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扫卫生 谁啊 喂 经理 我是老张 哪个老张 你打错了吧 没有 经理 我是保洁的 打扫卫生的 打扫卫生的就是说打扫卫生的 还是老张 谁认识你啊 什么事 今天我想老徒子生病了 我要陪他去医院 我要请一下假 请假 那你先假了 这公司的卫生谁打扫啊 那拉去谁到啊 难道让我来啊 经理啊 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我老徒子突然生病 我也没办法了是 行行行行啦 知道了 挂了吗 有晦气 影响我的好心情 我这桌子 我说怎么那么脏呢 全是灰尘 怎么办事 喂 人事啊 那个保洁员没上班吗 为什么我的办公室这么脏 都没人打扫 什么 你们没看到吧 行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那等他来了之后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怎么会呀 我都不会呀 我都不会呀 好好怕孩子 我都在家里了 我都在家里了 迟到了 迟到了两个小时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 喂 喂 财务 我们这保洁员老张 他迟到了 他迟到了 连请假 你扣他600块钱 嗯 你就把那600块钱 作为我的活动经费就可以了 什么不合理啊 我让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哪那么多废话 喂 哎 贫贫 给家干啥呢 在贫贫在家待着都不留啊 等会我下班的时候 咱去逛街去 我跟你说 我今天可是白捡了600块钱 不花百不花 我们公司有个员工迟到 让我给他扣了 作为我的活动经费 这样多好 行 就这么定了啊 下班去 经理 你进经理办公室 不知道敲门吗 经理 我这不是着急吗 一着急啊 就忘了敲门了 你一个保洁 能有什么着急的事啊 刚才啊 财务部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这个月的公司啊 一下子扣我600 为什么要扣你那么多呀 为什么 为什么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啊 你是怎么上班的 连请假 带迟到 我扣你600都已经算少的了 经理 经理 当时我请假的时候 你是同意的呀 就说今天迟到吧 是医院打电话 说我老头子啊 病情加重了 我没来得及来请假 直接在路上就上医院了 所以我就来晚了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 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但是 你迟到和请假 就是要被扣钱的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也没有办法 经理 那正常的流程 你也不应该扣我这么多啊 你下次扣我600 我的公司才多少呀 我管你一个月多少钱呢 你如果不想被扣钱的话 那你就别请假 别迟到啊 要上班 你就好好上班 不想上 赶紧给我滚 好多人排着队呢 经理 照你这样说话 谁家给我个急事啊 你说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呀 经理啊 不过分 我告诉你 这个公司我说了算 我说够多少 那就够多少 我没有把你一个月的工作全给扣了 已经算是给你点面子了 还想怎么着 都鼻子上脸啊 再说了 你一个臭宝洁 你忘记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了 还敢过来我这里大呼小叫 我看你这工作是不想干了 经理 你这上面也有领导啊 你不能一手遮天 你不能什么事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说的算呀 我告诉你 靠你钱这事就是我说了算 你能怎么着啊 赶紧我滚 别在这碍我眼 走 这烦死了 老妹说你把车停好之后你上去找我啊 赵大爷 你你这事怎么了 我刚刚经理他回来 昨天请假了 我家老头子生病了 今天啊 一家子 扣了我半个月的公司 什么 扣了你六百 你们经理是不是那个李大美 是啊 就是那个李经理 你说昨天我请假 给他请假 他也同意了 今天就算迟到两个小时 也不至于扣我那么多啊 我今天去找他 我就问他 为什么 他还把我吵了一顿 他说啊 这公司我说了算 我说扣多少就扣多少 这个李经理 太过分了 走 咱们上去找他去 臭包街 又不是因为他 我今天星天都这样 本来好好的 真晦气 谁啊 进 我说你进 老板 李经理 老板 在这儿过得很自在吗 老板 你今天怎么有空到分公司来啊 你不一直都在总公司待着呢吗 是啊 我一直在总公司 这整个分公司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我再不来 这个公司就成你的了吧 老板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把这公司打理的挺好的 是不是 这位保家阿姨跟你说什么了 老板 他这说的话可不能信啊 李经理 你在咱们公司的所作所为 我早有耳闻 我只是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而已 今天在上咱们楼到路上 我就看到了这个张阿姨在哭 幸亏啊 我以前和这个张阿姨认识 我和他儿子是同学 以前啊没少在张阿姨家吃饭 哼 没想到啊 你居然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 老板 你看 你跟张阿姨有这么一层关系 阿姨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你看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了 我绝对不会那样对您的 不会那样对他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的工资都是可以被你磕扣的吗 一个月才一千四 你扣别人六百 这张阿姨家里边还有一个生病的丈夫 你不问青红皂白 有这样的扣扣别人的工资 李经理 我看你啊 在这个职位上也干不了 老板 你别啊 我知道错了 你别让我走啊 你说我在这公司 待了那么多年了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是不是 更何况 这么多年 我把公司运营的也挺好的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李经理 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员工 那都是需要被尊重的 包括我们的保洁阿姨 这种事 我也不希望以后在你身上再看到 从今天开始 你啊 跟着张阿姨 在张阿姨身上 好好学一学 那些优良的传统 那些做事的风格 李经理 你 先从经理的位置上下来 张阿姨 对不起 公司有这样的管理层 那是我的管理不善 张阿姨 让你受委屈了 不过你放心 张阿姨 你迟到了 该扣你多少钱 咱们啊 也会按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他多扣的钱 我也会给你补上 张阿姨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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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阿姨 这些年啊 你在咱们公司也是认劳认怨的 我啊 非常的感谢你 像以后 如果说 你再发现有这种情况 你及时都跟我说 像这种人啊 咱们能锻炼他就锻炼他 咱们能把他拉回来就拉回来 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这种人啊 咱们公司不用也罢 董事长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碰到你啊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行了张阿姨 走 我赔你去财务 把他多扣你的钱给你补回来 你去人事 把这个手续办一下 吃饭了 吃饭了 都不怪我 现在变成这样 真是自作念不可活